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喜欢了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产品 所以就双入了一下 而且这一次片尾也会有一个小彩蛋 上一次我做鸟类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我说我平替的一款喜鹊 这款喜鹊也是在某鱼收到了 这款喜鹊整体的一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看的 尤其是尾部和羽毛的翅膀部分 做了一些金属色的小件层 你可以看到隐隐约约泛着一些金属的烛光漆 很漂亮 包括尾羽的部分也是有相当多的金属侧小件层 从各种角度来说 感觉有点在冲你微笑的一个感觉 鸟绘的部分是做了一些小渐变的涂装 整体的大小算是鸟类来讲比较大的 这次虫类产品加上隐藏款总共是7只 首先是我大爱的兰花螳螂 这款兰花螳螂本身来讲就是以一个漂亮著称 而且本身这款产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到全部的材质是透明材质 而且做了大量的渐变色涂装 足部的部分是做了那种特别通透的一个感觉 整个躯干部分都以粉色为主色调 做了一些渐变色的涂装 小地台的部分也做的很精致 这两个触角应该是PVC的 是回去需要你自行用吹风吹一下 整体的角调整到你自己喜欢的一个样子 它就可以 因为这只我非常喜欢 所以我买了两只兰花螳螂 我对透明件是根本没有抵抗力的 所以说两款也是给各位都展示一下 我觉得我手上这款可能颜色会更深一些 这款偏浅一点 通透的效果很漂亮很漂亮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狼猪 这一次动物星球在狼猪身上运用到了大量的做旧干扫细节 你可以看到表面的这种纹理都通过干扫的细节呈现出来 猪眼的部分尤其是亮眼 每颗眼球的部分亮度都是非常非常高 整个蜘蛛的这种肌肉感和张力是非常屁股高高的翘起来 包括屁股上的这些小的细节都有所呈现 整体的狼猪的一个呈现度我觉得是蛮好的 只是我个人感觉相对比下来来说 这个昆虫系列确实是比较小巧精致一些 橘背插角秋行虫 有点像一旦的虫子 整体是以暗色系为主 然后眼睛部分和翅膀部分是做了渐变色的一个涂装 整个的大脚尤为醒目 尤其是脚部的一个刻画 这种口气的细节也是做出了相应的展示 哥利亚大脚花金龟 这款好像是隐藏款平替的 如果你套入的话 你拆这款你就知道你抽没抽中隐藏 然后整体的白色花纹尤为的醒目 眼睛的部分我觉得做的并不是非常的突出 眼睛整体和主体一样是这种黑色的 它的翅膀部分作为了一些高亮度的对比 尾部的肢节部分是做了一些简单的分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分色还是有一定的处理 口气的部分也是做了一些分色 白纹大脚花金龟 它实物是长成这样的 然后Q版的一个效果是Q萌萌的 整体的花纹呈现的还是很精致的样子 整个的黑色和这款哥利亚稍微有点不同 它黑的可能是更纯粹一些 包括口气腹部这些腿部的连接的部分 也是同样做了一些旧化的一个处理 下一个是蝗虫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见过的 这也是一个小害虫 但我小时候经常把这个东西抓起来 听它这个声音 我们这把它叫做锅锅 这款蝗虫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很漂亮 尤其是嘴部的这个地方 你看它的口气的位置做的是很漂亮 眼睛也做了这种高光的渐变 尤其是眼人部分 看起来像透明剑似的 非常好看 花纹的呈现 包括翅膀部分做的一些做旧的一个涂装 整个的这个角的部分 选用的是PVC小软胶的一个呈现 最后一款就是这款帝王蝎隐藏款 Q萌萌的 整体的颜色也是这种灰黑色的一个感觉 眼睛部分不是特别的明显 足部的缝隙位置都是做了一些旧画的处理 尤其是伪真的部分 你细看之后 它是有这种小渐变的处理 刻画的算是很细致了 也是很小巧可爱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看这个VC系列的重头戏 白画隐藏铲除 它整体的说明是这样的 两者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 其实我觉得抖音限定这个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之所以 抖音这款两个小时它就已经是绝版了 整体的配色真的是呈现的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抖音限定的在私印的印刷方面和细节的呈现方面 做的会更好看一点 而白画着重的是颜色 整体的颜色是以浅色为主 但是粉色的渐变做的是很多 尤其是嘴部的这一圈 你可以看到 其实麻麻烈烈做了很大的一层渐变 然后在花纹方面做了一些点缀 我个人是更觉得抖音限定的这款能更好看 刚才忘记给大家看一下展示盒了 这一次VC系列的总共是9款 红膜也是呈现的比较多 比方说霸王脚挖就出了AB两款 然后南美脚挖也出了AB两款 那替换的这款就是小丑挖 叫猫眼珍珠挖 确实是挺丑 后续给它补全了 再给大家看 反正整体的挖类来说 我觉得可能对我的经验度并不是特别高 顺便给大家对比一下抖音限定的盒子 确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建毒挖并没有收纳在正常的挖类线里面 算是一个新开的模具 至于南美脚挖和这两款是同模 可能是在6月份要发售 牛奶挖好像也是一个新模具 散油短头挖 看这个大冤种的样子 大家就知道这挖长得就是挺磕产的 那实际上这个挖做出来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看 很圆润 真的是很圆润 符合心宽体盘这个样子 尤其是你看这个屁股这个褶子部分 肉嘟嘟的 那脸蛋子这个部分是真的丑 我可能对挖欣赏不来的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真的不是符合我审美的感觉 那下一个是南美脚挖雨智 这款是做了一些小渐变 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眉心的部分 有些小渐变 花纹上面也是这种简单的这款小花纹 挖泪它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你把它做成这个可爱风 你其实感觉它没可爱到哪去 所以说这款包括整体挖泪来说 都不是让我觉得一眼看起来就非常挖赛的感觉 这款也是这样的 然后再者就看一下南美脚挖比卡丘 黄色的 因为它比较接近这个虫小精灵宝可梦里的比卡丘 这个颜色 所以说给它起了一个叫比卡丘的一个颜色 花纹方面在视频里看的还是比较清楚 一个偏黄 一个偏绿一点 整体的配色方面来说也大差不差 稍微是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区别性不大 但是好看程度来说 我觉得比卡丘更好看一点 颜色更加鲜明 绿与宾瓦 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树瓦 那这款我拿到手是比较吃惊的 整个的这种纹路和肌肉的这种纹理做的是非常非常nice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底部的这个地方 也是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刻画 然后头部的这个地方 其实肉乎乎的 像个大肉瘤似的 做的一些渐变色的凸理 第一眼看起来 它就是那种皱皱巴巴的感觉 这才说明这个模型做的很拟生 很真实 你可以看到挖原先的这个还是比较瘦的 是霸王脚挖B款 然后再来看一下霸王脚挖A款 两者一个是有花纹的 B款是无花纹的 A款是有花纹的 两者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两款做的都挺霸气的 尤其是头上那个脚 霸王脚挖 这个脚的一个刻画是非常好 再摸到手上跟个小刺猬似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可以看到整体身上全都是凸起的这种肉刺 非常明显的一个肉刺 摸起来也是蛮扎手的那种感觉 这个也是 两者呢 谁更好看呢 我认为花纹多一点和少一点的都各有特色 然后呢 底板的部分 两者都采用渐变色 然后B款的这种粉嘟嘟的感觉 可能会更好看一些 A款这方面呢 重视的是花纹的这种纹路呈现 而B款呢 是做了这种像比卡丘一样的这种渐变色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所以两款呢 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 尤其是那种麻麻烈烈的感觉做的很好 最后一款呢 就是飞牛 它确实啊 也是仅次于隐藏款之外 我觉得最推荐的 首先 这个头真的是超级大啊 你可以比一下啊 你就知道这个头 而且很有分量 整个的这种大的纹路走向 看起来的这种感觉很拟生 尤其是这个腹部的渐变处理的是很拟生的 花纹呢 也是运用到跟皮肤比较接近的这个花纹 所以呢 看起来就融到这个模型里面的这种感觉是做的非常好 然后呢 包括这个肚子啊 这些渐变色的一个感觉是做的很到位的啊 然后挖泪呢 简单的给大家去过一下的话 那首先第一推荐呢 当然是隐藏款了 这款真的也算是另有特色 是丑出一定特色的一种美啊 不能说它好看 但只能说它丑出一定特色 当然 如果说两款还是抖音限定的这个中华大蝉橱 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哈 我个人可能更推荐这个中华大蝉橱 我因为觉得中华大蝉橱可能是更符合国人的这种形成美吧 然后呢 在普通款里 因为我没抽中小宠蛙 平T里面我可能更推荐的是这个非洲牛蛙 真的是很大个很值 然后其次呢 比卡丘这款我觉得很好看 霸王脚蛙呢 我推荐的是A款 那其他款呢 我是觉得不是特别的或者符合我的审美 所以说还是个人向的东西比较多 那最后呢 也是一个小彩蛋环节吧 其实就是之前我做了一期视频 我说花了六千多定制的一些龟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接下来我收到的这个就是由变金刚犬 现在已经转行图这个怪兽JK的傀儡 我的好兄弟啊 给我图出来三款张嘴的隐藏大鳄啊 先从这款给大家展示吧 我自己想做一个WG 就超白金的配色 所以按照我个人的喜好呢 把背甲方面做成了偏白色一点的白金色的质感 然后做出了这种黄色的渐变 包括生长纹呢 也是做了一个刻画 纹路方面来说呢 整体的口腔和身体部分啊 我是做的一些消光处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花纹上面的呈现呢 是这样的一个花纹 我觉得整体的花纹做的是非常拟真的 包括头部啊 外侧的这些是有这种小渐变的过度 但是没做的非常明显的这种大渐变 这种小渐变的过度啊 做的也是很舒服的 这款是WG超白金的大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傀儡自己做了一个黄金色的大鳄 这款呢是按照他自己的这种想法来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背甲 是这种光亮感是非常强的 渐变色呢 也是偷出了这种预质感 做的很好看 尾部的花纹包括头纹方面来说呢 我个人是觉得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碎啊 但是拿到手我觉得还不错 整体的效果来说也是他想表现的也是这种 扳纹点点的感觉 但是呈现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口腔这个地方也是喷了这种粉色 包括嘴部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做了这种渐变色的涂装 涂的是很漂亮 而且每个区域的地方都是有这种阴影的MAX处理 做的是很细致 底板部分呢也是做了大底石的配色 然后最后一款呢 是我个人更喜欢的 也是最喜欢的一款 超白金大鳄 那这款呢我必须要关灯介绍了 本身呢预制感做的很强 而且上面呢是有烛光漆的一个感觉 上面是做的纹理的刻画 花纹部分呢也是全部手绘的一个花纹 最帅的点来了啊 最帅的点是因为这款呢是一个透明款 所以在更效底下是有这种发光机制的 真的超级帅 而且很漂亮 整体的花纹呢通透度也很高 很漂亮很漂亮啊 所以说这款呢也是这三款 是作为这个今天视频的一个小彩蛋 给大家做介绍吧 因为这三款呢本身的模具 还是来自动物星球正版 特别喜欢这个 所以说我是买了两个翻模的版本啊 大家喜欢之后还是要支持正版的啊 整个模做的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所以说涂出来之后呢 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那趁着今天这个时间段啊 就简单的给各位来展示一下 动物星球新款体盘的昆虫第二弹 青蛙的第一弹 还有我个人收藏的三款定制款的隐藏大鳄 希望大家能喜欢 那今天视频就做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